我最近接触到的,就好像沈同卿推出行动党,其实有两个两极的声音,但是我有听到有一些人就是,不是那种冲动心啊,他说,哎呀不用紧了啦,现在总之是,有好过没有,就是有这个马哈蒂尔,好过没有,总之就把所有的旗舰翻一边,我们就是,就是拉下这个国阵的这个执政党,以最主要的目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,所以这个就是,现在行动党,就是包括西门,就是 就是最主要把这个西门,把这个土团,招进来一个原因,因为你看啊,在没有土团的情况之下,刚才提到那个陈信党,OK,回教党和公正党,巫统在马来亚社会,唱的那个调子就是,Dipatungan gan oleh DAP,或者Dipatungan oleh DAP,就是全部是行动党,是行动党的这个什么,棋子啊,就是他们的那种说词,而这个, 回教党在跟行动党分手之后呢,阿曼娜又出来,阿曼娜更加是,不只是要面对巫统的指责,也面对回教党的指责,说他们都是 行动党的棋子,你懂吗,所以就变成因为,在两方夹攻,说他们是给行动党利用的人哦,所以就变成他们的那个 号召力就弱,但是,所以他只有强的那个地方是哪里,就是,是吉兰丹州,现在很奇怪哦,呃,这个阿曼娜哦,陈信党,最多支部,最多党员是在吉兰丹州,哦,OK,所以你看哦,吉兰丹州哦,下一届肯定变天的,我看下一届肯定变天的, 在朝银什么,身在朝银,心在汉啊,他们可能是还是回教党的党员,还没有过来,但是他们的心已经不在那边了,可是有一种说法,之前